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翻译学系的陈才提老师 现在就让我来简单的给各位做个报告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课程的教学目标 这个计划名称叫做在地成语互动科技等于无限观光 我们预期我们的学生,翻译系主修的学生 在学习台湾的观光资源与旅游文化之后 能够由互动科技系的主任来教导互动科技 再加上三个礼拜的实地探查 能够开拓更多实体的深度的在地的文化人文之旅 并且能够运用所学的互动科技来创新虚拟旅游 开创出隐藏版的在地观光资源 并且推广台南高雄此地的二地地形 也就是计划里面所谓的左田龙内 左镇田辽龙起内门 使用互动科技来凸显无限的在地文化观光资源 而最后呢 我们的学习成效将有学生将生动有趣的人文内容 藉由他们这学期新学习到的扩增实际互动科技 同时导入Unity和Vuphoria 从空中360度呈现 用电子书讲讲故事 设计机制问答与使用者互动 3D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感受和精彩的影片 来创生这块左田龙内二地 好 我们如何结合数位与人文呢 首先 人文教学的部分是从第一周开始到第六周 我们系统性的将台湾的旅游文化 包括生态旅游、美食旅游、宗教旅游等 与台湾的观光资源分成 北台湾、中台湾、南台湾、东台湾跟里岛系统的 在课堂上讲解 在讲解的同时呢 也赏息运用3D数位科技的各类作品 包含电子书、3D建模 以及空拍制作影片等等 让同学在学习旅游文化与观光资源之余呢 也慢慢地对使用3D来做行销 有进一步的认识 第二阶段呢 进入到AR科技的教学 我本身学的是翻译还有旅游 并且也简单地认识一下Python、爬虫、网络等工具 在上了12周的课程之后 终于进到了实地探查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实地探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唯有实地到这块土地 接触当地的风土、民情 才能够有感受 才能够创造出 可以感动读者或阅听大众的作品 因此我们排了三个礼拜 在这三个礼拜 我们聘请到了将近十位的专家学者 来讲这里的地形地貌、历史 还有当地的创生 甚至宗教文化、宋江镇演练等等 十六、十七周 学生再度进入教室 由小组发想 根据前三周探查的内容 想办法完成数位创作作品 并且要上传到数位平台与社群网站 在小组十座的这两周里面 教师群以及TA群担任辅导的角色 同时在人文方面给予激发灵感 而在数位科技方面循循善有 让他们将数位科技 也就是AR的科技 融入他们的作品当中 在此也要特别提到 这次有两位TA 对于本计划有不少的贡献 第一位是台湾文化研究所 毕业的博士生助理毛玉祥同学 另外一位是主修资讯设计的 翻译研究所的林志毅 他们呢 每堂都跟课 每次的活动一定都在同学的身边 确保小组始作的进度 并且给予必要的协助 最后在第十八周 我们请来了 我们请来了 业师 由人文师 科技师和业师 一起欣赏学生的作品 并呢 给予三方面最务实的 最正向的激励 如何安排课程来达成我们的学习目标呢 刚刚提到了 第一周到第六周 我们系统性的学习旅游文化 与台湾的观光资源 并且展示如何应用3D数位工具 来提升导览解说 与说故事的深度广度 跟不同观点的呈现 这是由原认课老师 也就是由我来主寿 七到十二周的时候 这个部分是最为艰难的 也是最为挑战性的部分 学生在这六周内 学习制作电子书 3D建模 全景影像拍摄 制作影片等所需的APP操作与技术 由互动科技系的黄杰林主任主寿 而我原认课老师 则只能担任辅导的角色 也就是旁边的啦啦队 十三到十五周的时候 我们教师群带领学生 实地探查南台湾的 佐田龙内的二地地貌 当地的朱公业 平普族的文化与祖林的信仰 还有很特别的 像 雅母王 朱衣贵的故乡 还有 宋江镇 真的拿起兵器来操练 这三天的行程 由退休台湾史教授 温振华教授担任顾问 并且也聘任了各个领域的专家 好 十六到十七周的时候 由互动科技系黄杰林主任 展示Python网络的爬虫科技 由小组 重点是由小组发想 根据前三周探查的内容 完成数位创作作品 并且上传数位平台与社群网站 最后一周 第十八周 学生缴交书面报告 并同时 做口头报告 与夜师面对面 加上脑力激荡 由教师群一起 跟学生赏悉他们的实作作品 并且由夜师提供实物的经验 并且找出台湾在地的观光资源 简单的讲一下学习背景 由于近几年数位科技软硬体的快速发展 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种非常好用的数位软硬体的工具 而当下的学生也大多都有使用这些数位工具的经历 然而要学好 并且要善用这些数位的工具 往往需要花费非常长的时间去实物操作 尤其是对非资讯领域的学生 以本案为例 就是翻译系的学生来说 更是会令他们忘了却步 但还好黄主任他的口头禅 按图施工保证成功 让学生降低了不少害怕的感觉 所以本课程除了着重于数位工具的介绍之外 尽可能的避开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困难 而由黄杰林主任建构工具范本懒人包 让学生能在按图施工保证成功的信心下 使用数位工具开发作品 这样的目的呢 主要是在减少学生的学习挫折 并且鼓励学生透过实物 来了解数位工具的使用方式 并且数位工具可以达成的效益 目的不再深化学生数位工具的熟练使用 学生并非资讯专业 而是人文专业的翻译系学生 所以重点是在 引发学生对数位工具使用的兴趣 未来可能的话 学生可以依据他们个人的需求 再深入熟练的使用这些数位工具 5.如何应用引导学生来进入数位科技的领域呢 为了引导学生应用数位工具 于期末的实作之中 本课程使用 跟本校也就是长荣大学 有历史渊源的唐部文化为例 引导学生如何将课程中的佐田龙内 透过实地踏查取材 在使用数位软硬体的工具 产出全景影像 投影片 3D模型 影片 电子书 互动问答等数位新媒体 进行导入ARAPP 而形成学生的期末实作成果 加入了数位的元素之后 课程及学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学生对于数位工具的融入 非常的雀跃 因为这是他们前所未有的经验 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这堂课一开始 他们半推半就 非常的紧张 但黄主任不停的鼓励他们 让他们可以踏入AR的领域 激起他们的科技脑 与求知欲 后来慢慢的 可以看到 学生渐入加紧 学习焦虑很明显 降低了 而每周不同的课程 对师生 还是会造成不小的压力 因为同时要照顾到教学进度 还有教学的成效 是蛮有难度的 主任总是勉励同学 科技是工具 任务内容更为重要 并且也常常抽空 帮学生解惑 学生对于科技的掌握 逐渐上手 渐入加紧 13、15周的实地探查之后 学生已经收集到了 第一手的各个景点的 各式影音资料 在16和17周当中 学生将收集的影音内容 套入数位的工具 互动科技系黄主任 一组一组与学生讨论 解决实作的问题 一开始学生的问题不少 进度不快 但是慢慢的学生从AR 融合实作中逐渐了解 如何应用 尤其是融入Unity 跟Vuphoria 这两个APP 安排教师共授 产学合作 以及授课时的 辛苦谈跟心得 简单的说 现在因为这个计划 又加上了互动科技 还有实地探查 和实作的部分 所以整个课程 尤其是人文的部分 变得非常的紧凑 有一些课程的内容 必须引导学生 利用I-Learning 指导学生自学 学生自学的部分 讲句实话 认真的学生 学的很多 自动自发 但是有些学生 并没有很认真的 依照老师 布置的作业来进行 所以呢 导致他们最后面 在设计形成的部分 并不如想象中的理想 在这边教师建议 以后如果有学生自学的部分 可以增设学习单 或者各州的书面报告 以督促学生 可以更加的投入 而在进度的方面 第七周到第十三周 原认课老师退居幕后 由互动科技的老师 来介绍 ARVRMR的概念与差异 让学生了解 近期热门的 元宇宙的话题 接着以长荣大学的 堂铺ARAPP 跟同学说明 ARAPP的架构 并以此框架引导学生 在未来如何建构媒体素材 并导入ARAPP 黄主任的教学 常常会因为学生的学习状况 而进行进度的调整 不过计划非常严格要求 按表操课 这样的要求 虽然确保了计划提案的进度 不过有的时候 却少了受课回馈调整进度的弹性 这是黄主任觉得很可惜的地方 实地探查 学生习惯在课堂上 用意志神功来找资料 测合亲临现场 自己DIY 自己动手做的感动 天差地别 安排这些实地探查 非常的费时 费力费精神 因为事前的准备功夫 事前的找专家 找学者和事后的实录影片 都非常的辛苦 不过这也是激发学生的一个必要 且重要的过程 翻译系的学生 要应用运用AR来做出实作作品 两位认课的老师 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 人文老师利用跟小组会面 脑力激荡的方式 充实他们内容的广度 深度跟创新度 而最辛苦的穆过瑜 是AR科技师黄主任 他在开课前就规划好 ARAPP的框架 范本懒人包 期望学生能在暗图施工 保证成功的信心下 使用数位工具来开发作品 学生后续仅需专注于 将佐田龙内 产出的全景影像 投影片 3D模型影片 电子书 互动问答等 数位新媒体 快速导入APP即可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学生期末产出的作品 这是我们的电子书 可以的话对内容帮我们捏一下 然后说一下你创作的 那我们的内容第一个的话就是 右上 左上角的第一个是 左正的电子书 第二部分是内门的电子书 第三部分是天疗 第四部分是QA时间 下一页 那我们的第一题就是 讲说我们的左正盛产竹子 然后下面是细项 然后另外一页呢 是来讲的阿力竹 然后是介绍阿力竹的背景 然后是我们在影片 都没有提到的内容 所以直接这么问哦 你觉得你的电子书有办法收到效果 就是刚刚讲的 没有去过看过阿力竹坛的人 看到我的电子书会觉得经纬天人 会很想去吗 你们自己 他们会对阿力竹有跟进一步的了解 了解 好开 这个又好一点 好 下一个 然后这边 这边是 这边是第二部分 内门跟子祖室 好 为什么 好 然后内门的话就是在补充子祖室 那还有朱衣柜的部分 朱衣柜的话有讲到中兴王跟央母王的由来 因为在影片只有稍微带过而已 所以就等于是不同的实作作品 互相相辅相成啊 对 就是补充的更完整一点 OK 然后再来田聊的部分 就是讲到我们有去过的景点 然后再把景点 二地是怎么形成的 跟月事界的名字由来 那些都再补充的更完整概念 就是这个电子是有部分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QA QA就是 就是 我们也是先 我们电子书跟Q&A 都是先用PPT做好 然后再掏到天佑城市里面 嗯哼 然后这个就可以去 所以请问过程很辛苦吗 很难吗 嗯 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 碰到问题就是 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做完之后电脑关机了 那一盘 他突然关掉 他突然关机 我们转档转到一半而已 所以你们下次记得要请黄主任 没有黄主任 是在就弄个人形立排 对不对 电脑已经乖乖了 然后 然后像这个题目就是 可以看一下 哪一项和主意都会无关 然后其实这中间都有提到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可以自己选 就是蛮有趣的 我觉得如果是国外的客人看到这个 应该会觉得很惊奇 OK 所以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语言 为什么国外的客人会有办法 哦 这个是我们先做中文版 然后如果是给外国客人 当然会再做一碗 对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玩小游戏 那未来展望的话就是 像现在就是疫情 这么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做成 原剧的观光 然后就是像我们刚才这样子做介绍 然后像是影片的话 可能就是再多上一下字幕 让他们看得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翻译系的 所以再上英文字幕 他们就可以也可以给国外的游客看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 等疫情结束之后可以来这边看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一条线的行程 像是以历史为主軸的行程的话 台南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以上就是我的结案报告 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感谢教育部 给我们长荣大学翻译系这样的机会 来参与数位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创新计划 谢谢